我们常听到的爱情包裹诈骗案 受害人普遍被骗财 但如果被诱骗当毒驴 随时会因为贩毒罪被抓 罪名成立便会被判死刑 马华总部公共及投诉部主任 拿督司李张天次揭露 一名中国女子就因为受骗带毒品入境我国 被判贩毒罪名成立 中国安徽一名芳华正茂的武术女选手 2014年到广州参加比赛时 透过交友软件QQ 结识一名尼日利亚籍男友 女子们这家人与男子交往 同年男子利用免费机票诱骗女子到广州 替她把一个装满衣服的行李 带到马来西亚 诸不知行李的隔层里装有毒品 20岁的女子抵达当年的LCCT机场 便被关税人员逮捕 她在上飞机之前给我打电话 我叫你不要在外面你要回家 可是外面我总是不放心 因为我是她的母亲 我总是不放心 她说妈 我快要上飞机了 我的时间很紧 我明天回去我就回家了 我不再出去了 我要听你的话 不知道呀 我的女儿就这样 从此就不给我联络了 大概有一个月 她 她给我打电话 她说我在那天晚上下了飞机 被警方抓破了 我讲为什么呀 她讲我的衣服箱子里边讲有毒品呀 什么叫毒品呀 我不知道呀 受害人的母亲心痛至极 女儿在武术界小有床旧 也顺利考上一所体育大学 却因一时贪验 丢了前途更要面对丢了性命 张天四透露 目前被告提出上诉 而立斯利用免费旅行 住宿 机票等幼儿芯片的案件 也不断地重演 泡新闻 朱慧敏报导